主料,面条200克,青菜150克,热碗200克,辅量,油,盐,鸡精,蚝油一勺,金针菇50克,白胡椒粉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金针菇洗净丝开,青菜洗净,新鲜面条备好,热碗备好,锅内放油,炒香蒜,放入青菜精粉炒,添入一大碗水, 加入肉丸,要入盐和鸡精煮开,碎开后放入金针菇,慢慢煮至肉丸煮透,加入一点蚝油,然后下入面条,面条用筷子拨散,防止粘连,最后加入金菜,撒上一点胡椒粉,拌匀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买来的新鲜面条或者自己做好的面条一次吃不完的,可以放入保鲜袋,放入冷冻式冷冻,随吃随取, 不必解冻,直接入锅煮熟,味道和口感都与鲜鲜面条一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